大家好,批评书,钟南山出事了,挺有意思 钟南山是习近平亲典的,亲自颁奖的 这个叫什么,共和国的叫什么,勋章的获得者 那是在中共的话,应该是最高的荣誉啊 共和国勋章,我们都知道跟他一块儿 获奖的还有要成为的将军啊,也是关于武汉 病毒有关的这么一个颁奖啊,这个鞠躬至尾吧 应该可以用这个词了吧,此前我们也记得哈 这个美国有一个年轻的啊,跟我联系差不多的科学家 张首慎,张首慎同学,是有张首慎我都忘了 完了以后也得到过习近平的亲自的颁奖 共和国的这个勋章,结果张教授呢 据说是,诺贝尔物理学奖 下一个最得的的精选者啊,杨振宁老师的学人啊 自己从高楼上面纵失一约,挂了,没了啊 世上再无章首慎,现在看起来这个钟蓝山 也拒约他从高楼一月啊,时间不多也啊,所以我们得说说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跟北京的几个朋友又聊了一会儿啊,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事情的杀伤力啊 这个事情的影响力,这个事情对习包子的所谓的政治的打击能力啊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比栗战书消失两个星期啊,更严重 更凶猛,更给力,为什么呢 我们分析分析啊 这个我们看到啊,又是在贺南啊,这个地方 说这个金玉医学负责人实施引起的传播病毒行为被立案啊 三级都新冠检测大赚33.6亿 对吧 然后这个很多人立马就发现了啊 说这个金玉医学的这个负责人是谁呢 就是钟蓝山的亲儿子啊 说这个官媒、自媒体、微博、微信、抖音 这个所有的网络媒体啊 对这样的消息没有封号 没有删除 也没有喝茶啊 所以他们说这是明显是什么 希望这个韭菜啊 希望瓜明啊 把这个事情搞大的节奏 这个分析是对的啊 首先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事情出现 并不是突然有人要盯住钟蓝山啊 钟蓝山何许人业啊 开玩笑啊 钟蓝山你稍微年纪长一点的啊 不用长太多你就知道啊 钟蓝山是因为他踩到的 另外一个伟大的医生啊 真的伟大的医生 蒋延勇 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 蒋延勇是第一个统坡窗户指 把这个非典的事情 招告全世界的伟大的良心的医学家、医生啊 从此销声匿迹不见不见人影 那才是叫中国的良心了啊 真的是我很少很少用这样的词 因为在我的眼里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每个人都不配获得良心的称谕啊 人类的良心是上帝的话语 人是不能成为人类的良心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啊 用我的话讲就是有限有罪无知无尼无止 包括我尊敬的蒋先生在内 因为他也不过是人嘛 是人就有幽安心是吧 但是我真的是很愿意把人类的良心 这样一个啊 叫做不可承受之重的这么一个词语啊 放在这个蒋医生的身上 但是蒋医生当时这个就正逼呼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冒出另外一个大脚啊 这个人就叫做钟南山 真的啊 现在钟南山出事了啊 明显是背后有人在指挥 肯定的一定是中南海的泪斗 在上一场逆战书啊 的这个泪斗之后啊 接下来又一轮的泪斗的上演 因为钟南山他不是一个官僚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是一个医生是吧 他是一个所谓的科学院的院士科学家 他是习包子清典的共和国的 所谓的勋章的获得者 打他比打这个逆战书 可能要容易一些 发起第二波对这个什么 细胞的猖狂进攻是这么一个路子啊 所以你看到网易新闻 很多个媒体都在转载啊 说这个变位的专家 从万人禁养到过街老鼠 老百姓为什么要骂他们啊 你就直接放了一个钟南山的这么一个 找片在上面 你就会发现这么一个共和国叫做什么 勋章的获得者 那就是叫做如果他死了就是革命先烈吧 革命先烈是不能够这么说话的啊 因为你这么说话你是要你是出于犯罪 因为有阴列保护法 你都获得过共和国勋章你算不算英雄吧 当然算了是不是 为什么还可以大张旗鼓的说呢 你以为是中国的韭菜真的是吃了豹子的吗 是不是如果没有中南海内斗的这么一个背景的话 钟南山看到这样他就立马第一时间报警 警察立马会抓人 毫无疑问的 你想想同什么同利亚这么一个小不溜气的演员 都可以报警 他算老几啊是不是 他最多也就跟西豹子滚滚床单 滚床单里 因为你的某些个地方就像金边了嘛 那不至于是不是 你没用是吧 细胞就可以给你像金边 你老百姓可不愿意给你像金边 但是钟南山不一样 钟南山那真是像了金边的啊 所以呢 如果没有中南海的内斗作为背景 没有更高层的人物 发起一顿的反击啊 钟南山是不可以被质疑的啊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本身啊 他所揭露的事实 比如说啊 核酸检测人员投放新冠病毒 然后通过全程核酸检测发大财 引起引爆一大串的内幕啊 投毒 疫情 核酸检测 推进疫苗 什么事情都让他们做了啊 赚肿了 是不是 丧心病狂 这种事这个事情本身以我这种有常识的人啊 我真的吹牛逼我可以我是有常识的 我的常识是个非常直觉的一个判断啊 我都根本不愿意去考虑这个信息的内容 他太正常不过人就这样子 人心比万物都鬼扎啊 谁能湿透呢 你把圣经看懂的你就知道看见这样的事情看见看见这样的消息啊 居然有人屠头啊 屠头头头啊 有这个这个这个话说屠头 屠头啊 然后你就一扎人是怎么这么坏啊 那只能说明你太小心心了啊 人就是这么坏 人比这个想象的还要坏 我跟你说 所以我一点都不尽 见惯不怪的样子啊 我最关心的还是背后的故事 为什么钟南山这个时候忽然被群起而攻之 忽然就是有人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是不是 你才没几天呢 是不是 有很多个事情呢 需要我们这个什么去仔细的辩析 如果你不辩析的话 你就是一同情绪 你去骂一下钟南山 你然后下一个钟南山又来忽悠你 然后你又热情拥抱他 钟医生 钟南山啊 钟科学家 你是共和国的勋章 你是中国的良心 是不是 又你是知识分子的希望啊 各种词儿堆在他头上 然后被人骗了帮人赎钱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要变形 让我们把目光啊 来到 这个移到美国 美国也有钟南山啊 美国的钟南山 其实比中国的钟南山危害性更大 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啊 是福奇博士 这个人呢 在美国 甚至在全世界 他扮演的角色 跟在中国 钟南山扮演的角色是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事情 我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 其实啊 形势在变化 也许到了这个什么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这么一个时代了 时刻了 不叫时代啊 也许有些个流氓地痞躲在背后的大佬们觉得这个事儿hold不下去了 真的需要有人背锅了 知道吧 这个时候谁来背锅 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什么钟南山什么福奇这样的背锅 我一直认为啊 知识分子 钟南山知识分子 是吧 然后福奇也是博士嘛 知识分子嘛 科学家嘛 是吧 这种人 任何时候你要跟权力 跟利益集团要保持必要的距离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利益集团他可以用钱收买 然而你这个权力拥有者 他可以这个叫做什么呼风唤雨 可以颠倒黑白 可以这个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是吧 一旦他自己的事情他hold不下去了 他觉得自己无以为继了 觉得自己眼看着就要被被被 被招高天下 大白于天下了 这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人当替罪羊 找一个人背锅 找一个人顶罪 是吧 这是找谁呢 最好的就是科学家 尤其是那些个有知名度的知识分子 是吧 像钟南山福奇 我告诉你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这两个人一定下场非常的悲惨 一定最后会把他们自己根本就无法承受的这些重担 背在自己的肩上 而且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 其中有一个我自己最最感兴趣的一个思考的进入 就是这个人呢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们从小我们都说是吗 就五世岁之天命 你想想想五世之天命 六世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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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孔子那些个话 就好像觉得人年纪越大 越有智慧 年纪越大 德行越高尚 年纪越大 越靠近真理 是这个意思吧 是不是 否则你孔子是什么 三十二年 四十什么什么 不惑什么 五十岁之天命呢 知什么天命呢 什么叫天命呢 你人到五十岁你就是天命的吗 天命比你高 你知不知你是你说了算的吗 应该天命说了算 是不是 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天命 一通瞎搞 从孔子的时代就瞎搞 所以你看到钟南山八十几岁的 福奇也年纪七十七十岁左右了吧 那个人性的败坏 到这把年纪 是不是 你开什么玩笑 你都变成啥样呢 你变成 真是就就就做过街老鼠 这真的是 哎呀 所以万人一减养到过街老鼠 这是个很温柔的批评方法 那这是人性的黑暗 人性的败坏 人性的无耻 在钟南山 在这个什么福奇 他们这些人身上 那是真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标本 你看一个人道理有多坏 你看一个人年纪大的以后 到底还有多无耻 你就看他们两个人 真的 我今天并不想单独骂钟南山 钟南山在中国 那是小人物啊 只是在中国这个国内 这个小地方 在一通瞎忽悠 一通搞这些个缺德的事情 知道吗 我最想骂的 其实是美国的福奇 那叫一个坏啊 真的是 而且是理智其壮 因为他觉得自己背后有人 知道吧 他觉得自己 你来怀疑我 你质疑我 你根本把我汗不动 我就可以跟你怼 我就可以满口谎言 我就可以操纵全人类的命运 知道吗 特别特别的坏 所以我其实 我说这些话 其实我的内心深处堆满了一种 挥之不去的一种难过和忧伤 我昨天晚上四点钟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以后我就睡不着觉 我就想起今天的这个时代 这个人类也真的太坏了 你说你这个疫苗的问题 我就用尝试来判断 首先第一 你这个东西根本也没有找到源头 你没有人去追索源头 川普在的时候还能说追索源头 后到川普一走 没人追索这个东西 源头都没找到 你的疫苗怎么可能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过去也打过疫苗 比如说我就打过流感疫苗 没说要打加强针的 老大 尝试要提醒我们哪有疫苗 一针加强不行 还有二针 二针 三针 四针 现在要五针 现在据说每四个月要搞一针 人类都被捅成一个筛子了 行吗 你的那点 肉身都被捅成个筛 捅成个窟窿的 这是多简单的尝试 第三 从川普开始很多人就说有些药是有用的 比如呛楼葵 比如说医伪均素是有用的 就不让你弄 医生都不准开 是不是 你如果说他没用 你为什么他不准开 没用 医生自然不开 为什么你要下命令说不准开这个药呢 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尝试就比你身着一双手续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要简单 你就可以判断这个疫情也好这个疫苗也好这个全世界的流氓政府的管制也好一定是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出了大问题 你真的不用科学知识不用什么复杂的理论你就用你的尝试判断这个东西你就应该提醒自己我他妈的就不打疫苗我宁愿死都不打这就是我的态度我坚决不打 因为很多个东西我用我的尝试我就判断有问题而且他有问题迷死同时我看到这些所谓的科学家那一个一个的臭不咬你简直到了无以复杂的程度 你看钟南山的事情爆出来了吧我告诉你夫妻的事情也快了啊他肯定是守不住 所以啊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暗我跟你说啊我早上我早上读这个什么 读这个叫什么来着 读这个圣经我读到耶里面书了嘛是不是读到一句话我又又又又眼眷沉思啊我我然后我又又又又写了几个字自己的句子其实就是超圣经的啊我写诗歌这这这这些年啊没有奥秘的啊有人说我诗写的不错的我告诉你我就是超圣经从圣经里面找诗意然后超圣经啊算是我的一个心灵的训练 一个诗语的训练你看我就写了几句话有获了有获了这最无知的时代空中的灌鸟知道来去的定期 班纠燕子与白鸽白鹤也守候当来的使命 人类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真的今天我们就念基本的常识都还不如一只鸟儿呢 大言冬天到了要往南飞呢我们人类根本就不知道上帝的法则人类的秩序是什么 多么悲哀的一个时代我一说这个又说多了谢谢大家